究竟是谁敢在这个时候瞎斩说 虽然是那位陈战天 什么 华国第一高手竟然真的来了 楚大师 他一定是因为您灭了堂门 专门来算账的 您快走吧 小伊 总客说得对 我们快走吧 陈战天多年前就已经是宗师大圆满 如今出关 实力恐怕已经至真心天了 你不是他的对手啊 妈 从我对堂家出手那一刻 就知道和他之间必有一战 为了您 也为了楚家的未来 这一战我必须去 爷爷 那个楚义竟敢当着我的面覆灭堂家 分明就是不把您放在眼里 你还有脸说 我不让你缠和别人的事 你偏不听 好了 不用说了 我已经向楚义下了战书 父亲 就算堂家曾施恩于您 但此事是他们的家事 您何必要蹚这趟浑水 我虽然老了 但我不傻 堂家多次设计陷害楚义 我当然有所耳闻 那您这是 原本我将神王宙斯 使为对手 没想到他竟然败在楚义手下 如此天才少年 我怎么能不去见见 这次闭关 我虽突破了先天 可之后的路怎么走 却毫无头绪 希望能通过这场战斗 亏得一丝机缘吧 他 他有这么厉害吗 当然 我已经感应到了他的存在 比起宙斯 有过之而无不及 真是个好对手啊 老夫已经迫不及待了 不好意思 今日雁湖不对外开放 各位请回吧 怎么回事啊 就是 不开放也不早点说 好了好了 咱们去别的地方 唉 也不知道楚义 能不能看过这一关 洛洛可真是大手笔啊 为了关阵 居然包下了这么多条游轮 是啊 也不知道他在哪条船上坐着 当然是你楚义最近的那桌了 二位 在聊什么呀 诶 楚义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要跟陈战天决战吗 是不是还没开始呢吗 你们怎么比我还着急 唉 我听说陈战天实力可不一般 你可别挂了 放心吧 我命硬得很 快看那边 陈大师来了 唉呀 我也该上场了 陈大师 您这位华国第一高手 终于露面了 楚大师客气 如今您的名气 可不在我之下呀 我听说你修炼的是艳阳功法 现在是正午时分 烈日当头 你应该可以发挥出 最强的实力吧 哦 这你也能看出来 真是后生可畏呀 若楚大师觉得不公 我们可以稍后再战 不必了 你无论如何建立 都不是我的对手 好 那就让老夫看看 如今明镇四海的楚大师 到底有多少本事 燕阳诀第一事 秦龙再冤 既然再冤 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 好好好 不愧是楚大师 随手就破了我的绝招 陈震天 你用不着在这夸我 捧杀这一套 在我这儿可不管用